香港樓價高企 發展商為了降低入場的門檻 近年推出不少實用面積 低於215呎的納米樓盤 去年的落成量更加逼近1000伙 創歷史的新高 翻查屋宇處數據 2013年獲發動公子的納米單位 只有200多個 2014年突然增加至1300多個 升幅達到5倍 全真社調查發現 數字飆升的年份 與政策改動及條例放寬的時間相當接近 政府為了增加中小型住宅供應 2010年和2011年 先後推出限尺地和限量地 透過賣地條款 限制住宅單位的數目和面積 隨後開放式廚房的規管也放寬 早年設計守則規定 單位如果只有一個圖生門 而廚房又靠近門口 便必須要設防火門和內火牆 不過屋宇處在2011年 頒布消防安全守則 容許以廚房三寶 即是煙霧偵測器 消防花灑頭 和一度半小時的內火牆 取代過往要求 廚房可以沒有防火門 亦都不需要和客飯廳分隔開 那就變成開放式廚房了 另外建築物規劃規例 又列明廚房必須要有窗 但屋宇處在2012年 一個定期舉行的業界論壇上 發出指示放寬相關的規定 EPSET論壇窄要文件顯示 香港建築師學會代表 提出開放式廚房 通常都設計成客飯廳的一部分 建議兩者的窗戶設計 無需要分開處理 整體照明和通風 符合要求就可以了 屋宇處代表確認有關的做法 放寬開放式廚房規例 對於開織有甚麼影響呢 如果我們看一些舊式設計 很多時候我們有一個粒的井位 是我們給廚房去露光的 一個獨立的窗戶 現在有這個便利之後 就可以不需要 早年單位、廁所和廚房都要有窗 所以多數單位和單位中間 都要預留天井的位置 1997年屋宇處發出作業備考 接受浴室和廁所 採用人工照明和機械通風 俗稱的黑廁由此而生 單位之間可以交緊密的排列 到了2011年 屋宇處頒布消防守則 以及2012年確立開放式廚房的 照明和通風規定 廚房都不需要切窗 只要大部分面積向著客飯聽窗戶就可以 單位就可以變成酒店式的密集排列 一個單位和另一個單位 中間基本上不需要一個粒米 而是用一個長實牆去連續 去佈置設計 導致同一個面的闊度 譬如我們那個單位 可能整座樓有50米闊 很誇張又很闊 其實我們基本上完全不可以分開 全部單位的房間、客飯廳 然後旁邊有房間、客飯廳 其實你拼了的單位 如果加入的廚房位一定多了 它亦指 這種設計減少了外牆面積 令到成本上有所節約 公眾地方 例如走廊等都可以縮短 設計有利市區裏面 較窄、較淺的地盤 可以開到更多面向街的單位 無需要做到傳統一梯白果汁的深度 不過地產建設商會 執委會主席梁志堅 就否認規例的改動 是便利了發展商興建納米樓 他強調納米樓的出現 只是迎合市場需要 發展商興建設市場 哪個樓和地區 讓地區買樓是哪些人 應合要 看成合價錢、成合的赤數 他便給你畫 我排名人想到 都有幾個儀式去看 問到業界有沒有曾經 就規例的改動 和政府事前溝通 梁志堅多次否認 政府不理你 他出個標出來買 他規定你 是可以建立你的單位 你不跟著那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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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跟著那個例去做 政府不會給你做意 你自己的思想 你自己的運動 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余峰立 當年是EPSET的委員 他解釋 規例的放寬 是為了提高住宅效率 又認為採光和通風要求 實際上是提升了 其實那時候都是大家討論 沒有說是一個建議 如果以廚房的採光和通風的要求 其實是沒有主動的面積 即是客廳也好 發廳也好 或者睡房也好 那麼嚴格的 他指法例要求 並不是以窗的數目計算 而是按比例 決定窗的面積 和可開啓的面積 廚房和客廳所需要的窗比例是相同 只是廚房要求對著空曠位置較少 不及客飯廳嚴格 全真社向屋宇柱查詢 2011年消防安全守則頒布之前 對於開放式廚房的 照明及通風規定是甚麼 而誤設窗戶是否違反了 建築物規劃規例 對於廚房窗戶的要求呢 另外開放式廚房 無需切獨立窗戶的決定 為何放在EPSET論壇中 由屋宇柱確認做法 而不是經過諮詢後修改規例 資節稿前未獲回福